晚安 歡迎收看 正常發揮 我們昨天說呢 台灣政壇有三寶 哪三寶 這個 陳吉仲 萊季吃飽 陳時中 爽的就跑 唱歌唱得很爽 喝酒喝得很爽 爽完就跑 那徐國勇呢 想不到吧 我告訴你 我很會寫這種押韻的東西 徐國勇叫做 中毒美好 他的這個 姑婆欲的毒到現在還沒好 正壇有三寶 第一寶 陳吉仲 萊季吃飽 第二寶 陳時中 爽完就跑 第三寶 徐國勇 中毒美好 這是台灣的正壇三寶 然後我看到今天這個友台的節目 我都有瞄一下 因為霍文哥今天有趣 有霍文哥我才會看 沒有霍文哥我就不看了 在工作的時候電視開著嘛 就瞄一下這樣 他們說這個 我幫他們打廣告 他們說這個 其實台灣政壇不只三寶 是有三寶加一花 這花叫網美花 但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我很遺憾的告訴大家 台灣不只三寶 也不只三寶加一花 台灣現在是 三王加三厚 皇后的厚 帝厚的厚 有沒有 那個厚 皇后的厚 三王就是剛剛我講到的三寶 我們再附送一遍 大家要記得喔 我覺得這個順口溜很棒 大家可以寫在臉書上面 政壇第一寶 陳時中 爽完就跑 政壇第二寶 陳吉仲 萊寂吃到飽 政壇第三寶 徐國勇 中毒還沒好 送給大家 這是我剛剛在從辦公室走進棚裡 要進棚的時候呢 想到的 好 有三寶三王 那三厚是誰呢 各位 記得我沒有來賓說過 這個台灣最怕這個壞女人 我當然不是說這三位是壞女人啦 但是真的 讓我這個心怕怕 挂在嘴邊講的話 簡直不能聽 第一厚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王美花 王部長 過去林靜儀 被說是這個南板陳柏惟 蠻丟臉的 真的是蠻丟臉的 講到南板陳柏惟 這個對不對 愛演戲 愛假哭 走兩步就磨破皮 南板陳柏惟實在不是個好稱呼 但是我跟各位說 王美花部長更糗啦 因為他不是南板陳柏惟 他是南板陳吉仲 為什麼是南板陳吉仲 這兩天都在講陳吉仲 對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講到陳吉仲 但是到了這個節目結束 放到我的頻道裡面的時候 看的人特別的少 真奇怪 難道大家很愛陳吉仲嗎 看到我們罵吉仲 心情不好 就不來看了嗎 我很好奇 真的是蠻奇怪的 好 來 言歸正傳 美花部長 我覺得他的氣質其實很好 我們這個美花部長氣質相當好 果然是這個貴婦 確實是貴婦 就是這個先生跟自己本身 學金力都非常的豐富 然後現在呢 靠著跟蔡總統 極好的關係 姐妹濤 手帕交 步步高升 是從金管會主委啦 幹到了這個國安會的秘書長啦 然後現在這個太太去當經濟部長 這氣質真好 講話這樣子溫溫的 不溫不火 有條有序 但對不起 就算你在 理直契合的 在公投的辯論會上表現 你還是講幹話 你的話 絕對不比陳吉仲前兩天 被我們罵到歪的 來記好比豬吃保健食品 今天的王美花 告訴大家 來記可以接受 你必須接受 你應該接受 你必須得要 勢必接受 為什麼 他的邏輯長這樣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邏輯是說 你看看 莫德納 是不是很想打 當時莫德納沒來 大家等啊 我不要打高端 我不要打AZ 撐啊 等啊 努力的等啊 美國死不給你啊 陳吉仲死不催貨啊 終於 美國送你莫德納 好不容易等了老半天 美國欠我們的貨 慢慢慢慢補齊了 當時全台灣掀起一股 莫德納搶打槽 大家死命的 滑手機重新整理 就是要預約 就是要登記 就是想打莫德納 所以王美花說 你看 你們那麼愛莫德納 那麼喜歡把莫德納打到自己的身體裡面 你知道嗎 莫德納是美國FDA認證通過的 而很巧 萊克多巴胺 這個萊劑啊 也是美國FDA認證通過的 所以王美花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啦 他說 美國通過 美國FDA通過的莫德納 你搶個半死 那美國FDA通過的 萊克多巴胺 你怕個屁 所以當你想打莫德納 你就不能怕吃 萊克多巴胺 毒株 厲害了 這真的是讀書人 讀很多書的人 才有辦法連結起來的邏輯 但對不起喔 因為我沒有讀很多書 但是我看很多推理小說 所以我就有邏輯也不差 那我就只想請問王美花部長了 照你的邏輯 美國FDA通過認證的 我們非但必須打也應該吃 那美國FDA沒認證也不通過的呢 我們是不是就不應該強迫台灣人民吞下去 我講的叫做高端啦 我想請王美花部長你回答我啊 按照你的邏輯 只要是美國FDA通過認證的 你就得打 你就得吃 那不通過的我們當然不能打 當然不能吃 那高端疫苗呢 美國沒有通過沒有認證啊 FDA覺得它是垃圾啊 所以你打了高端沒有辦法入境美國啊 那你為什麼我們民進黨政府 你們要逼我們打呢 光是這一點我就推翻你的邏輯啦 王美花啊 不要當南板城擊中很丟臉啊 美花部長你氣質這麼好 溫文儒雅 學士涵養 看起來就很高的樣子 不要講幹話 不要把自己變成南板城擊中 林靜儀是南板城擊中 因為他真的就是南板城擊中 講話的樣子啦 愧靠啦 德性啦 嘴臉 一模一樣 但你不是啊 不要為了官位 連這種爛話都敢講出口 有損你高貴優雅的貴婦形象 好嗎 這是第一後 那第二後是誰呢 誒 說到我們的蔡總統了 蔡總統 隔了八年啊 今天終於再度探視藻礁啦 講了什麼其實不重要 因為潘中正老師直接評了蔡總統 今天在行程當中 對於藻礁永存所做的宣誓 他送給蔡總統五個字 哪五個字 叫做睜眼說瞎話 其實我不是很在乎 藻礁到底有沒有辦法永存 因為民進黨就是要硬幹 我更在乎的是 當你要硬幹的時候 能不能夠給我們一點點 阿Q精神勝利上面的 陳情跟抗議 但對不起 我要回藻礁 我要蓋三階 而且想嗆我的 都給我閉嘴 在今天有很多的畫面 有人寫臉書 告訴你蔡英文總統出巡 真如武則天為福一般 一般市民百姓得要回避的 不能看到總統車隊啊 你一個人出現 二十六個警察把你團團包圍啊 從這裡趕到那裡 從那裡再趕到那裡 旁邊有草叢 巴不得你給我滾進草叢裡面去 巴不得你挖個洞把自己埋起來 等總統離開了 你再爬出來 不意外 過去蔡英文行程裡面 很誇張的維安場景 我相信你應該印象都很深刻 蔡英文要到高雄 高雄捷運 只出不進 不准上去 約在維安的範圍裡面 不可以 止進 止上不下 不能下車 通通走 那個蛇龍啊 帶刀片的 一圍 五百公尺 六百公尺 一公里兩公里 通通圍起來 眼不見為近 假裝沒人來跟我抗議 這就是台灣的第二後啊 那第三後呢 就是南板陳柏惟了 就是林靜宜同學啦 我誠摯的邀請林靜宜醫師 來正常發揮 不要欺負我們中天的記者 你沒有資格 你更沒有那個權力 去質疑記者對你的提問 問你周一寇爆料是不是國家機器 這當然是個問題啊 你憑什麼把它變成 扭曲成中天記者的意識型態 還去反問人家 這是你的意見還是你的問題 我想應該是你的意見吧 就算是記者的意見又怎麼樣 你們那些綠媒記者 過去問韓國瑜 現在問顏寬恒 挑戰朱立倫 嗆瞎江啟成 哪一個不是帶著自己的意見 去那邊亂問問題 只有見到蔡英文啦 見到蘇貞昌啦 見到那些民進黨的大官啦 這些記者才突然間都變得好溫馴喔 該問的 當事人不高興 不能問 不該問的 當然不用講 你別擋 我自己都會放在心裡 這個問題問出來 院長不開心喔 總統不開心 我們不能問 林靜怡同學 你真以為記者是你民進黨養的 是不是啊 歡迎你來正常發揮啊 真的 我跟各位說 我現在最想做的幾件事情 我當然知道很多人說 希望可以再跟韓國瑜做專訪 我才不要訪問他咧 我最想做的事情 第一個訪問蔡英文 第二個訪問陳時中 第三個就是林靜怡啊 我真的歡迎你們 來正常發揮 我倒貼錢給你可不可以 拜託 你有本事 就來這邊囂張 大家有看過那個 那個古惑仔嗎 三機有沒有 三機被一群人在那個 那個足球場嗆聲有沒有 三機跟他講說 你在這裡 兇我是沒有用的 有本事 去波蘭街闖一闖 對 這裡就是波蘭街 你在那個小足球場 兇中間 記者沒有用啊 來波蘭街闖一闖 好不好 不要有來賓 就我跟你 我們泡杯咖啡 泡杯茶 好好面對面 大家聊聊天 可以嗎 不要那麼囂張嘛 還要看一下 一下人家的臉 還要看一下那個 麥克風的牌子 再決定要不要回答 在那裡兇我們中天記者是沒有用的 有種到正常發揮闖一闖 好 我們今天好好來談談這 台灣的新三號 怕死人不吃 來我們歡迎郭忠祥亮哥 大家平安 還有大平 郭忠祥亮哥 你笑那麼開心幹嘛 你覺得我的筆字很好對不對 你在那裡兇我是沒有用 你在那裡兇我是沒有用的 有本事到波蘭街闖一闖 這裡就是波蘭街 歡迎來闖 好不好 來我們上次大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波濟環耀明 大家好 我就是弘欣十三妹 沒有啦 波蘭街的扛爸只是十三妹 不是啦 我只是打個比方 好歡迎 歡迎來戰 歡迎來戰 好不好 來三保之後 還有三後 亂抬我講的 我的個人意見 真的你們就是在亂 好我們先開蔡總統 蔡總統今天終於到了 關心 到關心去關心找交 講了第一句話 讓我整個傻眼 他說藻礁永存我八年前講過 你知道嗎 八年後 藻礁已經永存 啊 你做了什麼事情 藻礁已經永存 潘老師送蔡總統五個字 睜眼說瞎話 但我更在乎的是 蔡總統去訪藻礁 有一些互藻礁的 公民團體啊 環團的朋友 他一個人 各位他一個人 不是一票喔 一個人 他手上沒有拿棒球棒喔 也沒有拿辣椒水喔 他只拿新聞稿 他希望把新聞稿 給這些跟著蔡總統 從台北來的記者 Like it 就這樣 沒有別的任何目的 沒有布條 也沒有鞋子 也沒有書 也沒有要潑紅漆 都沒有 他只是想把新聞稿給記者 不行 然後他臉書告訴你說 我差點被趕進草叢 警察一直把我越趕越遠 甚至有26個警察 圍著他 我不怪警察啦 你們也辛苦啦 行政院 內政部 警政署 地方警察局 分局 派出所 你們也只是奉命來支援 上面那麼多長官 對不對 不可以讓蔡總統看到 聽到 用鼻子聞到 或是用他的手指筒感應到 感受到 有人要來向下 所以 只要想表達不同意見 不管是溫柔的 還是強悍的 通通給我趕得 越遠越好 謙卑謙卑 再謙卑 你可以講第一次 我聽不到可以大聲一點 我如果再聽不到 你可以拍桌 我還是要說 我們把房子都燒啦 蔡總統 拍完桌 拆桌子 打破窗戶 然後把那個沙發割破 把地板撬開 把牆壁擊碎 你都不理我們 我們房子都燒了 你還是假裝沒看到 這就是蔡英文 第一亂 第一後 來 黃美花 對不起 你就是南板擊中 真的 不是說你的這個個性 或是這個長相 或者是講話的方式 而是你的邏輯 而是你為了保官位 亂護萊豬的行為 言行舉止 你就是南板 陳吉仲 那我寧願你當南板陳柏惟 當南板陳吉仲 我覺得更瞎更瞎 拿萊豬來比莫德納 這種邏輯你聽得懂嗎 再來林靜宜 嗆中天記者 那是我們一個導播 我們導播 因為我們現在記者人力比較少 所以導播要負責拍 負責傳代 還要拿麥克風去問問題 我們這個導播辛苦了 我想你了 我們就不要講名字了 我想你 我支持你 這個林靜宜在足球場嗆你 所以我叫他來波蘭街攝影棚 我來處理他 我只怕他不敢 我只怕他不敢 好 所以網友就說 所以麥牌對了才回答嗎 麥牌錯了 就嗆聲嗎 這是讓我非常非常 差異的事情 好今天不止三寶 還有三厚 不曉得接下來還有多少人要來亂 來混哥 憂政這個天無惡日民無惡主 所以不應該有三厚 應該是一厚 怎麼會有三厚 一厚然後兩個跟班 那兩個根本不重要 只有一厚 這樣講蔡黃會不高興 怎麼會三厚 怎麼會把美花跟靜宜 跟我放在一起 如何相提並論呢 對不對 那當然是蔡英文 這個以他為尊 那剛剛你一再的強調 王部長氣質很好 這個我是沒辦法苟同的 因為這個 你說他什麼高貴優雅 他是貴婦呢 貴下來的貴嗎 貴婦 臺大法律系 蔡總統也是臺大法律系 這個高嘉瑜也是臺大法律系 氣質都很一般 所以沒有什麼高貴優雅 他是不適任 那王部長是非常的離譜 他就捍衛他的這個 經濟部長的這個寶座 那這個寶座不是他憑實力 震來的 是以夫為貴 因為顾立雄的關係 跟蔡英文的這個 學姐學妹的關係 他才蒙上這個部長的位置 你看他在立法院的 被質詢的表現 問他台電資本額 他竟然講不出來 那真的是要靠下面的 這些部署來救援 這樣就表示說 你根本連這個基本的議題 我們今年 蔡總統訂的這個 2025非核家園的 今年的綠能 目標是幾% 他也不知道 12% 你去當經濟部長好了 現在只有5.5 去年5.4 目標是9 我覺得這個 王部長他繼續留任 這個經濟部長 我覺得他對他自己 也是一個臨詞 所以顯然是不適任 那至於這個林靜宜 因為觀眾朋友是這樣 我已經幫嚴寬恆都算好了 這還有44天 這44天是算到投票那一天 因為還有44天才投票 所以林靜宜他這個 當然他是一個代理人 那就是蔡總統 民進黨的這個妥協 結果就是正招他去選 所以就是繼續圍剿嚴寬恆 還有事 那我覺得林靜宜今天這個模式 我也覺得也可以可取 因為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是民主退部黨在執政 所以林靜宜是一個模式 蔡總統一個模式 我一一講 林靜宜的模式就是 你不能夾敘夾義啊 你這個是發表意義 非常好 所以顯然當年馬總統是錯的 顯然當年韓市長也是錯的 顯然當天嚴寬恆也是錯的 那天在追問嚴寬恆的問題 都是周玉寇的問題啊 那你到底是在問問題 還是你在發表意見 如果林靜宜的模式是OK的 林靜宜的標準是 很好以後大家都比照辦理啊 大家什麼都不要回答啦 你記者問 你就不能問 你不能拿聯合報的問題來問我 你不能拿王后生的問題來問我 這我不回答 那你要叫記者問什麼呢 那你還可以挑問題問的 我都覺得這個林醫師實在是 可能比較適合回去當醫師啦 因為你今天跳下去做這個選戰的洗禮 我說圍剿嚴寬恆還有44天 對林靜宜的建議 因為從來沒選過 觀眾朋友你不要覺得選舉很簡單 跟他講的跟他鬥電林鋼管管 沒有那麼簡單 那林靜宜他一樣要被檢驗 也有其他 其實國民黨根本都還沒有這個火力全開啦 就如同亮哥的研判這一切 這中二選舉的這個真正的決戰 是在12月18公投之後 不管公投的結果是幾比幾 然後中二選區才會變成媒體的焦點 現在嚴寬恆跟林靜宜都是在熱身的專案 他們是被公投的議題給包圍 然後呢 友台是因為這個 這個圍剿嚴寬恆的收視率非常的好 哎呀是啊 所以大家就蜂擁而上 就反正賢者是賢者就打嚴寬恆 但是真正的決戰是 這個12月18啦 那我給大家看這個是蔡總統 他八年前蔡主席的時代 這個招牌的鬥雞眼 鬥雞 寫這個藻礁永存 但是這個是今天啊 蔡總統一個人 其實旁邊都是人 但是這個 這個當然是一個 一個讀稿激放的講台啦 這個上面有稿子 蔡總統一個人站在大壇電廠裡面 然後呢 他直接solo 他也不讓記者提問啊 當年的蔡主席 八年後是蔡總統 他連讓你提問的機會 他一直讀稿機啊 他繼續當讀稿機 把這個稿子給他念完 念好念滿 然後翻讀稿機給你看 這麼大一張啊 他就是他的模式就這樣子 即便喔 觀眾朋友你看這個是陳抗的場合 你看抗議的人是兩個 你看警察幾個 夭壽啊 這一對一都太多啦 才兩個 欸隔著這麼遠 就是蔡總統 他現在圍安的標準這樣 佑正你以前跑馬總統 馬總統參加228的紀念活動 被吐口水 參加別的活動被丟鞋子丟書 丟鞋我在 丟鞋那個人 所以後來佑正你知道 後來他們在弄那個網有沒有 補鞋網 然後被我狠狠的修理一番 我說你們是豬是吧 鞋子飛過來 你還拿網子開網檔 鞋子已經黏在臉上了 不符嘛 根本來不及嘛 所以現在蔡總統這個標準是什麼 就是說 欸 你不能聽到 也不能看到 然後呢 你就隔得非常的遠 他的圍安特勤 就這樣的處理 我請大家看一下這個時間表 這一大早的時間表 蔡總統的行程 關心早就要15分鐘 大潭早就要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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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看什麼 我們來錄正常發揮 都要錄120分鐘 真的 你去三個點 這叫問導遊啊 一個大潭早就要你20分鐘 看得完嗎 關心早就要你去15分鐘 你排這什麼行程 這叫什麼 潘老師說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蜻蜓點水 他根本是作秀嘛 你是去問導遊嘛 你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 去看那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蔡總統這個行程 基本上 這個交代說 我有去 然後我把我的東西講一遍 你們記者都 連問了 記者有喊啊 用喊的 理你啊 你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的 遺憾 這個蔡總統立下的這種標準 其實我們記者都在 記者都在現場 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 一整排的記者 對 一整排的記者 全部都穿這個 因為這是工地嘛 這個大潭早就要那個三階的工地 全部都在 你連發問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現在馬總統跟韓市長知道錯了吧 顏寬可能現在知道了吧 我也學林靜宜啊 我也學蔡總統啊 所有的陳抗 所有記者的提問 我通通推出去 柯P也不要再開記者會了 我們就比照 蔡英文或是林靜宜的標準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民主退部黨 以前不是這樣子 你以前在線上跑 楊敏良在線上跑 我們怎麼可能會這樣子跑 立馬好了 你不給我問 你不給問 大家通通不要訪的 所以 我很在意說 當這個林靜宜今天 我們中天的那個 導播 那個記者說 其他同學要幹嘛 其他同學應該幹嘛 你應該 如果是我 我一定聲援的 當然 林醫師 為什麼他不能問 是怎樣 現在問題還要你先篩選 你是蔡黃啊 你以為你是蔡總統 你先篩選問題 你吃比較壞 記者有團結嗎 媒體有團結嗎 有沒有一樣的標準 我們都是同業 我們都是拿麥克風的 那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對我們 我問什麼問題 你來決定 你可以不回答 你憑什麼質疑我的問題 莫名其妙 我覺得 這個 蔡總統以及這兩個裸裸 我實在都看不清楚 但是這個亂象 一定要先等到 12月18的公投之後 以及1月9號的補選之後 或許有那麼一點點 萬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機會 可以改變現狀 那要等2020 如果真的要改變要等2020 當然等2020 不是啦 我跟你講 蔡英文最謙卑的時候 就是2019年 因為208輸嘛 大輸啦 大輸啦 而且總統的位置差點被奪了 啊 賴清德 改死了這傢伙 所以 那個2019年的上半年 是他 總統任期到現在最謙卑的時刻 對 又弄什麼 什麼回廊談話 什麼東西有沒有 都出來跟大家見面 對 拍影片 台灣政治我也看了30年啊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總統 需要用蛇龍隔開民眾 事實上這個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我們審年金的時候開始 對 然後立法院總共圍了兩三個月 對 然後還把有刀片的蛇龍直接圍出來 很可怕 八百壯師那時候嘛 對不對 就那個時候開始定下說 行政院長是碰不得的 嗯 那總統當然根本碰不得啊 對 對不對 就是立下這種規矩啊 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當然是民主倒退嘛 這還用說嗎 就是你是民選的耶 那你怎麼那麼怕群眾呢 對不對 怕記者 我知道 那怕記者是 我跟你講他今天那個場 我跟你講他今天那個場主要是要幹嘛 第一個是開記者會 因為他要寫臉書嘛 那第二個是要拍片啊 你接下來 那個廣告一定有這個畫面 對 你看我有去關心 哎呦 真的 這樣聽不懂 要受時間 要素材啦 素材啦 總統武攝影官的素材啦 因為他沒有時間來第二次了嘛 你回去還要製片耶 還要每一支空投 每一支空投都要做一支啊 總統就要出來講話啊 所以你要有拍片的素材嘛 對 這個浪哥真厲害 確實是 看政治是這樣看啦 當然 菲文講的也很對啦 就是說你既然要來 為什麼不待久一點 那這個當然一定是他跟鄭文燦講好了嘛 這個行程是鄭文燦排的啦 是啦 這個行程是桃園市排的 所以鄭文燦一定要給他很熟悉的 你知道嗎 那 很熟悉的就是 當然 事實上 那個臉書寫完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你到現場看 事實上是為了其他的效果啦 所以問導遊 他還問一下攝影官 夠了嗎 可以啦 走了走了走了 總統你的心事15分鐘 現在10分鐘 不管啦拍完 所以連記者提問都不是主要的嘛 當然不要啊 對不對 不然敏感兼熱問題可以在現場回答 如果你很有自信的話 對不對 你既然臉書寫的那麼有把握 比如說 他臉書寫的很有把握 藻礁已經永存 而且他說只有十分之一啊 這麼有把握 為什麼不面對呢 對不對 然後他說那個三間沒有蓋在藻礁上啊 對對對 其實他講的很 很直接耶 他的臉書啊 說三間沒有蓋在藻礁上 而且藻礁的面積已經縮成只有十分之一 如果這兩點都是正確的 那就不用怕嘛 這兩點是相互矛盾的啊 既然沒有蓋在藻礁上 為什麼只會傷到 沒有他是說跟馬 馬那個時代的範圍變十分之一啦 對嘛 那就還是有傷到嘛 那怎麼會沒傷到呢 沒有啦 我知道啦 他當然就會想說 我們已經盡全力 讓傷的範圍到十分之一 對啦 因為三接太重要了 他邏輯一定是這樣 對啦 他說因為會缺電嘛 就是這樣嘛 那你如果邏輯已經很清楚了 你怎麼會怕問呢 你懂我的意思 就你的邏輯就是這樣嘛 還能跑去哪裡 對不對 我們又不會 像陳其中說是那個保健食品對不對 那種邏輯是超乎 超乎大家的那個程度之外 毀三觀啊 毀三觀的邏輯啦 所以 我只能夠覺得感嘆啦 就是說這個民選的領導人 越來越害怕群眾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越來越害怕群眾 那你也不要以為一定要到2024 不一定啦 也可能是明年選後 就又發生另外一次2012 沒有啊 明年選後蔡總統就比上2019 又是他史上第二千杯的時刻 是嘛 2023是最千杯的時刻 可是 為了 為了 為了後面的人好選 對啦 那整個政府又會開始千杯起來了 對 可是這個就有點 有點怎麼說呢 令人感慨啦 說總是要到 你低潮的時候 你才會學乖 才會開始覺得群眾 可是梁哥 梁哥我差一句話 可是國民黨輸這麼慘 我也沒看到國民黨千杯啊 國民黨每次大敗之後還是一樣 一樣爛啊 那就是跳樓算了 您太直白 您太直白 奇怪 民進黨輸的會千杯 國民黨輸的還是不千杯 國民黨輸的還是不千杯 國民黨輸了都會想改革 他們都一直喊說 我們要改革 我們要改革 然後又輸掉 對然後又輸掉 我們要改革 然後改來改去都是 因為千杯是一種演戲 國民黨不會演戲 那改革呢 改革根本改革就是瞎扯了 順著婚文多話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到丟鞋我真的很有感 這我很久以前跟大家講過 我還拍過一條獨家 我記得非常清楚 丟鞋就劉振鴻嘛 然後也有人丟馬總統嘛 對 那當時這個 因為丟完馬英九不處理 他覺得沒關係 他也不告也不抓 那所以就一時未為風潮 就像當時太陽花學運 我一定要去立法院 你知道走兩圈打個卡 我是年輕人 那當時就是 我一定要拿鞋丟馬英九 不管有沒有丟到 我就是很時尚 我就很流行 我是年輕人 那當時我記得非常清楚 是在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自來水公園 好像是一個什麼客家 每年都有 客家的那種 什麼客家祭之類的 都在那邊辦活動 很大 非常非常大的活動 然後什麼新竹縣長 兩新的市場都會來 客家的活動 台北市場的郝龍斌 當然會來 然後走的時候 你知道馬英九是這樣 他明明知道有人要丟他鞋 但他很不怕死耶 他依舊讓記者 當然他走嘛 旁邊會有維安 維安 然後維安外面就是記者 記者外面就是 一大堆人跟著他走 當然有加油的 也有罵他的 就一群人這樣 浩浩蕩蕩這樣 然後我在裡面 擠到受不了 所以我就把裡面 放給SNG的記者跟 那我跟我的攝影 我們都走在外面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 會出事 人那麼多 我覺得都會出事 所以我們離那個 馬英九的隊伍 你知道就是 馬英九在中間 他的這個 隨行 然後維安 然後警察 然後記者 然後群眾 浩浩蕩蕩蕩這樣 好多人 浩浩蕩蕩蕩 我們大概離了 可能有個 五六公尺 十公尺吧 我離滿遠的 遠遠看到他這樣 然後就在說時遲那時快 我就看到 從隊伍 隊伍這樣一排 馬英九在中間 好多人這樣 從後面這樣 咻 飛了一隻鞋子 掉到人群堆裡面 沒有打到馬英九 也沒打到水戶 當時人太亂 根本沒人注意到 有一隻鞋子掉下來 人潮繼續往前走 我就帶著我的攝影說 走 我們去撿這隻鞋子 因此我們就擠進人群裡面 我去把那隻鞋子撿起來 然後我還戴著那隻鞋子 找到了鞋子的主人 是一個婦人 她就告訴我說 大家都在丟 馬英九又不敢管 那我也要丟 她給我的說法是這個 在我的新聞裡面 我記得一清二楚 我記得超清楚 我不爽馬英九 她又不敢對我怎麼樣 那我就丟她 那個時候的氛圍是這樣 那個時候的社會氛圍是這樣 好 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 她怎麼沒有被隔開50公尺 沒有 完全沒有 馬英九根本 你自己看下去 洪宗秋那個 站在那邊被人家呆呆罵了5分鐘 然後她臉上一個苦瓜臉 摳過一邊 然後這樣 一直罵 一直罵 她也不敢講話 給人家罵 那個洪宗秋那個進場 他拖了很久的時間 那個真的是 也真是羞辱 我必須這樣說 然後馬英九分享完 我再跟你分享蔡英文 蔡總統 當然不是每次 但我知道的是 你知道有時候蔡總統 連喊話都不給喊 你知道嗎 喊你不能喊 那為什麼會有那個聲音呢 我告訴你好不好 我沒有說是誰 我也沒有說每次都有 但確實有 記者自己配進去的 要交差 所以是後面補的 對 或者在現場 不能喊對不對 好 我示範一下 蔡總統走過去對不對 他就自己在角落這樣 總統潘中正說你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蔡英文 真的 真的啊 我說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個記者是什麼顏色的 都有 都有 都有過 自己在旁邊啊 蹲在旁邊講啊 然後收音這樣就對了 還不能太大聲喔 所以然後說 總統潘中正 潘中正說你真言說笑話 太大聲會穿嘛 太大聲別人會聽到 所以這也是電視台做笑火用 對 因為沒辦法不可以喊嘛 那不然怎麼辦 因為我的新聞 你知道總統不講話 我要有個Nature song嘛 Nature song 對 NAS嘛 那怎麼辦 自己喊 蹲在那裡喊 你講那個不可以喊 是喊了國安人和假台人 就是講好不能喊 是講媒體記者不能喊 就是 記者聯誼會的記者 或是現場記者 跟中央發言人是講好 這個不要喊 今天不要喊 今天不要喊 那他們就去旁邊喊 這個坦白說 從阿扁到馬英九都沒有發生過 馬英九就不喊 馬英九我們還喊五個問題 逼他 你出來講 沒有阿扁也不在乎這個 對啊 所以真的 我真的很 我真的還蠻感慨的 因為我想這個 線上的就是像韋漢哥 像我們一定都 看到蔡總統這樣 我們一定都很有感 那個那個 那個線上的朋友 按讚按起來 這個你在別台聽不到了 還好是都蹲在那裡 真的啦 真的啦 馬英九實在不用啦 愛喊什麼喊什麼啦 馬英九實在只有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那個場合 這個也很有趣 那個場合真的問不到 就是說 他是比如說 比如說在一個什麼工技場 他都不可能停在受訪嘛 可是大家想問他問題嘛 那怎麼辦 我們也是自己喊 可是我跟你講 三家電力場 喊三個不同的問題 因為每一下要的不一樣 可是我們沒那麼躲起來 我們就自己喊 自己喊自己要的 因為可能 同一個場合 的畫面 不會出現那三條新聞嘛 那就主要那條新聞 馬英九 我要我的 你要你 大家自己喊 自己麥克風收到就好 真的啊 那個時候 馬英九是亂喊通 他能停 能受訪 總統府發言人士 也不敢擋我們 蔡總統就是 反正你不能問 那也不能喊 那聲音怎麼來的 去那邊喊 反正有收到就好了 因為你在那邊那個 機器跟麥克風 有一個接收距離嘛 只要距離不要太遠 你喊他 機器是收得到 收得到 是錄進去了 那現場又會有 又會有現場 可是這樣就 這樣就不真實了啦 因為真實是 他不讓你喊 對嘛 那你就假裝 假裝說 其實有喊 但總統 蔡總統微笑沒回應 放屁他都沒聽到 什麼微笑沒回應 我有懷疑說 蔡總統這樣 其實他不是說 不要問我 他是說你們好 是你們好 搞不好我不知道 你們好的 真的是你們好的 真的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你在這邊好像聽不到的 來 我們來看下一張 來我們就先講到蔡總統 這三個 對不起梅華部長 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昨天 頭上有隻豬 是陳其中 今天你要搶萊豬 我只要把你放在這邊 就是蔡總統 藻礁 來人啊抓起來 黨名義 霍萊豬 萊劑跟莫德納 都是FDA認證的 那你怕個屁 你敢打莫德納 不敢吃萊豬 然後這個林靜宜 這個 唱記者 我覺得你在發表你的意見 你不是問問題 所以老娘不回答 好吃嗎 你說 你就去看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